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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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從頭講過了 這是敏感、投品、金髮 其實第一位也可以 就是你要 很多人有辦法 來來起機車要出去 在機車出勁之前 分一下 分一下身體 然後出勁之後 還是你要上車 車子打開冷熱 出去車子打開冷熱 出去車子安能 壓熱熱 那回來油在洗夜油來這裡吃 很舒服,就不會有塞充碼 還有有鐵舍會吃都蠻可憐的 吃東西會過敏,都可以 都會用這一種 這是天然的塑燒茶,不是這一種 那相應道路,就是說一般我們會做什麼組合 就是降溫洗澡 我跟你說講一下 降溫洗完的話,有分兩種 一種是你降溫的話 就洗了油,讓客人放鬆 那客人就很熱鬧 你會有癌、癌、癌、傳統吸藏 那另外一個配合我們這個組合 我們下一個,第二 這配合降溫洗法 就是看如果過敏來洗,就洗過敏 配合本尊 所以你可以做到七百 現在在臺北做七百塊 就是洗草 超冷的 超冷的 那一般我們就洗 洗頭髮如果洗七百 所以降溫洗腦 就是洗這個 佛佛的佛佛的,再配合有滾骨 這滾骨 這滾骨 就是讓客人滾一滾 滾一滾 滾一滾,讓他們滾下來 那這個洗髮筋 這打開來 打開來 打開來由洗髮筋擠出來 這個直肩 就到伴侶 下去桌桌 說這個緊貨 它會整個 哇 整個爆胎 你知道嗎? 它會衝繫 打開來 就可以降溫 不要洗掉了 它突然站起來 它洗了整天而已 另外這一瓶就拿掉 這在洗美醫院 賣三百 所以你洗了三百六瓶 你就要洗一百 如果在肩頸按摩 那這多少 就是客氣了 如果這樣 然後目前 那小林教育 也是這一瓶 這一瓶就是粉之類 就是 就是 這都洗了 都不 洗起來 感覺不一樣 那一般反而 防曬啊 是剛才大飛這樣做 這樣各位知道了 防曬是配有這樣做 這樣做 不整他 如果直接有他 直接做 就是怕曬傷 防曬的速度 就一一道傷 防曬一一道傷 先噴這個 像你們要碰什麼 要擦眼影 擦粉之類 比較不會破壞 體育不會很破壞 不會被防護器 化學的 或者射速 射速很難過 很難過 很容易長 好 這蝦細比較容易成長 也要把它排除 另外這個真身 讓皮膚長得比較快 這樣你看 這樣會容易的 就是 瘤酸 怎麼讓皮膚長 你看到 就像這個 瘤酸就像你這個 你這個 我們要 我們的果樹有沒有 你沒有澆水 沒有澆油 它就會哭掉 有沒有 我們的果樹就會哭掉 它裡面也是一樣才放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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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當成人家在用的時候問 洗頭水要從這個頭皮層 好 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它裡面含有海鹽 海鹽它可以分解角質 可以進化 因為 本身 因為 它的進化 我跟你講 像我們錯水溝 有沒有 我們錯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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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到海裡面堆一下 我想 我想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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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的好處在 這裡面 還有海 因為我們的錯水溝 有沒有 到海裡面有什麼 不會錯 就是被它進化 裡面還有 甲 那樣 甲 甲可以出進血尋 所以你要知道 靜坑的雙醫師 不是說我這東西很好 噴你很涼 那這個東西就不好 你要知道 欸 它可以什麼 它可以出進血尋 另外 它可以淨化 透皮 乾淨 乾淨 透皮 透皮後台湯都長得不錯 你透皮乾淨 就洗了 另外它可以把毛斧張開 所以頭髮作為好 它可以清除毛孔 那毛孔裡面有一種 螢蟻 那個 有那個毛藍油 它有的是 油脂分泌過多 有沒有 油脂分泌過多 它會卡住 而且 頭髮站不起來 就噴下去 它突然就站起來 它毛孔 毛孔這個地方 它本來這邊的話 很多油脂 它就清除掉 就變成一個缺窩 所以它可以進化分泌 可以攪拭的分泌 可以攪拭的分泌 殺菌 而且你們的手 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被吸進來 另外 它 它有 去腿線條 而且有清涼結束 它有去油脂臭 除了 夏天道有油脂味 你說夏天道有油脂味 會去油脂味 而且 這可以淨化分泌 可以攪拭的分泌 裡面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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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淨化 這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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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紅色的 一個黑色的 紅色的是淨化 紅色 為什麼叫紅 紅就是過敏 過敏紅斑 過敏紅斑 紅 聽個人講,這叫過敏 有沒有 這是過敏 好,這就是過敏的土 所以這邊設計的就是這樣 那今天如果 他剛才有私用的感覺 有私用的感覺 有私用的感覺 他會私用的 他會私用的 涼啊,涼啊 涼啊,涼啊 還可以殺去 而且做完以後,你頭皮不會痛 不會痛,因為它淨化是乾淨的 我講,淨化是健康的意思 那今天 有買的話,現場有買 還是有買個這樣子,農兩套 就是買一收入 這在網路四千五,那你今天講 二千八一收入 這可以用三回 你看看這個 不用刮,只要這樣就可以副了 那你會在查粉 查粉底也會打 你會打 你會不會 因為那些都有黃口肌 所以都沒有黃口肌 都沒有花小時候 這 這個疑問也要寫入 要寫入 要寫入 他寫入 A上的 哪一層衣 這個阿龍哥看你的 這片也有在這裡 這個大瓶的 這個大瓶裝的 不太有大瓶 這個夏天賣 你等一下要買大瓶的去做 因為有個夏天到 這個大瓶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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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吹頭 你不會吸到一些 一些細靈的東西 細靈對肺部 你吸太多的法學長 你最後不知道一直吹 你吸到法學長 注意一下 你的肺部 吸到 而且可以容易體悟過敏 沒有長瓣 瓣的東西長 可以瓣 可以瓣瓣瓣 不好 可以身體不好 所以你要注意 健康的改變 不是有前段 就好 所以要去 現在慢慢的設計師 好像健康的概念 不是 現在很多法學的東西 人家 柴北的設計師 像英國的設計法都不用 他在用油漆 天然的油漆 天然健康養生的 客人也比較喜歡 比較中健康的客人也會有錢 也比較敢罰錢 但是你自己要簽票 你自己要簽票 你自己要簽票 你用碗油漆 我個人也知道 好啦 以上有什麼問題 要不要做幾個結疑 那如果懶頭髮看頭髮 就是一個頭皮的一個 對 防護 防護即使已經兩種了 錢中都要 就是錢 你如果要抹在頭上 脫一脫 邊臉脫一脫 然後都跟脫一脫 脫一脫已經有防護了 而且有脫一脫 他要紙 脫一脫 因為你為什麼有脫一脫 你只有隔離沒有 脫離是油啊 等一下怎麼在 只是你的藥水通不到啊 問題你 他們頭髮 染頭髮是化學 是鹼性 鹼性 鹼性要把那個 水跟蒸來 因為像你 我也是放到的 不是蒸嗎 你的水跟蒸嗎 等一下會漸 會漸 會漸之後 它就流 你不會很乾燥啊 那就是流汗 所以是乾脫 油在一邊頭髮 你的水會不會同樣 那你之前 湯頭髮來到現在抹上去 抹上去 抹上去 它滋潤 滋潤以外呢 還可以 有點可憐 你 另外呢 你在架在 你在什麼 死期頭髮 在那邊乾脫 好 在那邊乾 然後什麼時候 第二個 你染湯油 加在藥水裡面 在那邊搶拌 所以等於又第二次了 所以它不會過敏 它不會過敏 它不會過敏 好不好 二次加藥水 藥水又加了 第一次加了 滋潤了 又看不明了 第二次加藥水 藥水裡面 它可以看 它可以有很多檢測 它的檢測 它都可以慢慢的拉近 比如說一下子就兩人 它等於慢慢 它也不會影響過色 不會 等於它在 它的合作 頭就把這個藥法 看得不一樣 更忙 它等於又破壞 又把它修 同步 對 可以有沒有 可以你在有沒有 你在 你在手術什麼 又在手術 又在出血 又在打影響器 同步 我這要同步 它 它把這個機器 機器可以 你可以拿一下 搖一搖 咕咕咕咕 你可以有意思 你不要讓藥水拿來滴 你滴 你滴 五六滴下去 搖一搖 這邊沒有搖 你搖兩次 搖 就搖了 就乾了 藥水就揮發 這個 藥水你拿搖一搖 這樣滴在頭上 對 那你做啥 你滴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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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滴在頭上 你這樣剛才看過 他剛才看過 你滴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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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骨頭上 他在肺油膩 他是油膩 他不是油脂 他是油脂 他是油膩 酸性的油脂 他不是一樣的油 他是油脂 油脂 因為我皮有一點頭 是用頭髮一樣的 整理你流脂 就是他補上去 他把你悬 所以變成你很健康 那要他 啊沒有你更乾燥 訪問他的一下先躲 好 先躲一下 這樣躲起來 有做什麼躲起來 這樣躲起來就躲起來 還沒有吹喔 還沒有吹這樣看起來喔 啊你洗後感覺是怎樣 感覺一下 他這個好洗完有沒有 現在目前就是臉 然後頭皮送出來 你現在後面洗頭有沒有 這個就是 就是歐納的那個 就是那個袋鼠的那個 紅衣水 嗯 我現在後面洗 裡面你會覺得 就整個就是輕鬆 然後你彼此惡惡的 到那個經驗的味道 是 這樣可以輕鬆的 感覺上身體有什麼味道 真的啊 是像有味道 那我有沒有那個味道 喔沒有油的臭味 沒有油夠味 有那個 你再問問看 你再問問看 感覺完全都不一樣 有沒有 沒有油夠味 沒有超過身的味道 他跟你以往 洗過那種涼感的那種洗髮 他那個不會 不會涼到不舒服 對 然後重點還是提神 對 那你涼得不舒服 你涼不舒服太涼 那就是婆婆拿去化學 對 他化 這是優油 這是歐納的歐納的歐納 重點歐納的歐納 我怎麼會心情無聊 他們不是不一樣的 剛才精神差很多 但是剛剛精神差很多 還有一個 翻起來 超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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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差不多十年前跟我講過 我記得這八個鏡 就鏡鏡鏡鏡鏡 哪八個鏡呢 我請陳大哥來分享 好 今天感謝這個 袋鼠家族還有阿椒哥的機會 我跟各位分享 我看這個電流在長大 他不錯 我今天分享 十年前分享給他 但是他已經做到了 他之前十年前的倉庫 看起來就是 就是 那像講人家噴垃圾堆 人家噴垃圾堆 還有時候小狗在叫 我說這樣怎麼做下去 但是講給他聽 他這十年來的改善 每一個養住的地方 都變成那麼漂亮的地方 你看這樣倉庫的管理都很漂亮 那今天分享這八個字 對你人生 這八個字是我讀三千本書的一個精華 不管對你的人生 對你的工作賺錢 對你的家人或我幫助 對你個人 第一個 第二個靜 就是說 你忍生 你不敢碰到什麼事情 你心裡一定要靜下來 要靜 好 靜就是安靜的靜 你一定要靜 靜思著通 你有事情想不出來 有事情解決不了 你不能口渣 不能去緩 你心裡要靜下來 第二個靜 你靜心著通 你靜思著通 你就會有一個通路 有一個出口 你喘不過氣來 還是被人家罵了 你一定要靜下來 那這樣靜心著通 靜思著通 靜心著通 靜心著通 你的心就很髒 你要做什麼事情 會成功就是鑽 就心要靜 第二個 第二個 你要把環境打掃很乾淨 好 所以你的環境很重要 你的環境 第一個 你要靜下來 你的環境很重要 你的環境 一等人創造環境 二等人跟隨環境 三等人抱怨環境 這環境不好環境 其實你是跟隨 你是看別人的 那你要反顧自己 我什麼專長啊 我什麼優點啊 那把自己創造做得好 創造出一個好的環境 好 那你的格局就不一樣 你的格局不比人家好 所以第一個 是創造環境 第二個 你的心要靜下來 第三個 有好的環境的時候 你要把它整理乾淨 有東西 你要擺好啊 倉庫擺來人整齊啊 哪一排是什麼 這一排吹風機 這一排是什麼 那你的一樣 你把你的作品 把自己做出來 每年把它做出來 那你十年後 你的作品可以推了 那乾淨的話 你才會靜 而且你 第四個靜 就是照鏡子的靜 你每天照鏡子 要反省自己 以前是以圖為靜 但你每天沒有照鏡子 你是有說 喔這個 你是有臉 放得很漂亮 穿得很漂亮 結果我看很多設計師 髮型都沒有吹得很漂亮 造型又弄得很漂亮 結果你是做什麼關係 你是賣化妝品啊 所以有輸 車頭就有問題了 你就沒有把你的頭髮弄得很乾乾淨淨 造型很漂亮 也叫乾乾淨淨 輸得很漂亮 看人家 哇哇 你的髮型 人家會問你這怎麼做的啊 就減燙 客人怎麼做 減燙的啊 那頭髮怎麼很亮 這健康的 你的頭髮 你的皮膚怎麼很亮 你說我頭皮弄的都是一些有機的天然的 這個沒有化學的 做種子沒太油 弄起來 我頭髮怎麼弄亮 這樣的話 你有反省 有告訴自己 有像鏡子一樣 照自己 檢討自己 一直進步 過來 你就會 第一個就進步 就是進步 進步以後 你就會有競爭力 你別人家努力 別人家努力 別人家努力 學到人家都還沒吃飯 那邊掌聲一下 反正你也 你本身都有競爭力 你一定的進步 就有競爭力了 啊競爭力 你就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你成功的話 你要感恩別人 成功了 我沒有錢了 我就看人家不起了 就不 就不只以為自己是老大 那這樣你還會失敗 你還會失敗 就像101的老闆都失敗 這個成功的人呢 買101買起來了 還做一些理由 都一些理由都是有問題的 我失了就是自來的 對不對 那結果被人家抓氣 嚇得那個褲子都炸 那樣 一個101的董事長 那就沒有收到你的尊敬 那各位一樣 再到前面 那你敢呢 這個片怎麼栽培我 這個老師怎麼培養你的 你是因為他們怎麼棄 這個讓你影響你的 你要去找 敢那些 那你們又 你敢呢 你這個 這個稻子越成功 你口越低 啊 越科系越謙虛 越謙虛的話 你就收到很多人的尊敬 那如果 你稍微賺錢 稍微成功了 你就 就自以為是了 就膨脹自己 人家就打壓力了 就像那個有一個遊戲有沒有 那個 褲子都在比你 打一打 這是我講的 人生八達這件 在八達這件 不是我聽完就好 要修喔 像鏡中 你看修了十年喔 今天我看他的地方 哇 很高興 他就挪窗那個 這非常重要 但今天也感受 袋鼠這個 Tiaf這個 胡順 還有這個 蹤影他們 還感謝各位 來給我們 有這個機會 聽各位分享一下 那這八個字 是要去 每天每天這樣去 每天去找這塊 沒有問題 就去找這八個字 為什麼我說 那我離成功還沒有很近 那就只要我們前面啊 你沒有反省自己啊 沒有去創造環境啊 沒有安靜的思考啊 都很衝動啊 自己有沒有弄得多 還是只有弄臉 沒有弄頭髮 就跟我們講中的 我這樣在做 在看各位的流出法 都不即可 沒有亮度啊 還要當設計師 那就是要清潮 就要照鏡子 照鏡子一照 我都把人家都乾燥 那你要怎麼去創造客人 你去找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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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好 這個非常重要 好 這樣嗎 這第一個 我講到靜環境 你要創造 你要找一個好的環境 好 這樣之後 有好的環境 要去創造 好 而且呢 第二個呢 就是要心要靜下來 靜下來 要什麼 本身呢 還要去 要反省 做完 沒事做完 要反省嗎 你一直進步 一直進步 進步以後 你才有競爭 你要競爭啊 你要比人家更好啊 好 如果你好是不好的 好 你好我好 就好就不好 你知道嗎 你好不好你好我好 兩個就不好 兩個打盒會好 那你要爬上面 你要更 不要更 更好 你才有競爭力 好 競爭力就是你成功 你成功 接近 而且你飛躍也有衝勁 就像我六十級 還有衝勁 有沒有 那就開始呢 成功以後呢 還要受到人家衝勁 每天就去想這些事情 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找這個法律 就對了 就是這樣子 有任何美法的問題 那我們是做三十幾年 是美法專家 有任何問題 要找專家 不要找煩惱 把煩惱交給專家 有煩惱的時候什麼 不要找煩惱 不要煩惱 你既然要把煩惱交給專家 你就沒有煩惱 好 有任何問題 那難度 那感謝 我們今天在這裡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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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感謝你 那麼祝福福福利 這個 思義心容 心理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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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